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的網頁看過 你看清楚我的網字沒有CNE兩個字 怎可能是國家網頁 你是大學研究生 沒理由不知道現在做網頁有多容易 我都可以把整件事告訴爸爸 他覺得有可疑 我再上網查回銀行戶口 才發現錢被人提走了 蘇小姐,你知道片圖可以把一百萬 轉到一百個戶口 全部拿走了,只需要三十分鐘 我真的沒想過自己會中招 媽媽,跟你聊天 蘇先生,其實這次 也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幸好你及時出現 如果不是損失更大 其實我這個女兒一向都很聰明 讀書成績也好 這次真的被人篤證死穴 她很疼愛媽媽 她怕去不到美國影響成績 又怕被人凍結了媽媽做生意的戶口 被人說兩說,失敗理性 媽媽說明天下來香港找我們 好,那我替她訂酒店吧 我送你們兩個出去,這邊 威Sir,其實你和蘇蘇都很相似 你們兩個都縱身死穴 就自戀盡腳 對了,八九年紀這麼大 還要她坐牢,很慘的 我去工作了 小問題,任由她 來到媽媽沒了百萬 別這麼想,傻子 好,我可以 喂,方警官 我正常找你 對不起… 銀行那邊說我銀行卡的問題 轉不了帳 應該怎麼辦 跨境電話騙案 越出普遍 而騙徒的手法亦都層出不窮 為了有效打擊這兩人的電話騙案 警方和內地 以及可有執法機關的溝通都是不好劃 而當中,聯絡事務科正正扮演著對內、對外溝通橋樑的角色 是的,Kelvin 協查跨境罪案向來是我們聯絡事務科核心職務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跨境電話騙案近年有上升趨勢 不少市民遭受損失 所以,快速而有效地去協調不同地方、不同警務單位去作情報互換 對於破案是尤其重要 此外,聯絡事務科亦會促進內地及海外的執法機關 就著最新的犯罪手法作出分析 並且進行工作會晤、聯合行動及培訓 藉此提高打擊處理跨境電話騙案的能力 聯絡事務科又遇到甚麼挑戰呢? 在面對跨境電話騙案的時間 我們的挑戰主要在三方面 第一,和時間競賽 跨境電話騙案的犯罪得益 往往都很快被警察提取或轉移 所以在聯絡事務上 我們要做到資訊流通、快而準 才能夠有效地掌握犯罪得益及判人的行蹤去向 第二,這類案件一點都不容易查 跨境電話騙案 往往涉及多個司法領域 例如受害人在香港 判人在另一個地方 而犯罪得益在第三個地方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需要同一時間和多個司法領域執法機關 作緊密聯繫協調 這樣才可以釐清案情 收集證據、追逃損失 第三,舉證方面是有困難的 據國際法效力的合作協議 是有助打擊跨境罪案 目前香港已經和30個國家、地區和19個司法領域 分別簽訂了司法互助協議和逃犯而加協定 但對於未有法律合作基礎的司法領域 在舉證協查的時間是會增加一定的難度的 聽完同事的講解之後 相信大家對警隊的聯絡事務科有更深入的形式 另外早前我就和一位電話騙案的受害人聊天 接下來我們一起聽聽他受騙的經過 希望大家聽完這一位受害人 親身講述受騙經過之後 可以明白到騙徒的行騙手法 從而有所警惕 Johnson 你好 我知道你是電話騙案中其中一個受害者 可不可以和我們說一下 當時騙徒打給你說了些甚麼 其實我一接到電話的時候 他自稱自己是幫我們區域的事務處打過來 然後就說我關於一些簽證的問題 我關於簽證的問題 我剛好就跟親父母有些簽證 所以我好像想了解一下究竟發生甚麼事 那騙頭有沒有直接叫你匯錢 或者拿一些個人資料呢 沒有 我剛好 初樓的入境處都很幫我 他就說你的簽證發生問題 你要轉迫去光局那邊 在公安局那邊就說我的簽證的人士 涉及了關於一些審的錢 假卡的問題 我就說都不關我的事的 你可以幫我嗎 他就說在我權限幫不到你 我要轉介你去檢察院那邊 在檢察院那邊 他就說你想證明你沒有問題 不關你的事 你就在語音電話那裡 輸入一些你的銀行號碼和密碼 那他叫我輸入了一兩個之後 我就發覺到很有問題 那我就馬上上線 那我就打電話回去內地的公安局 那原來內地公安局就說 你有機會已經被人鵝騙了 債騙了 叫你去香港盡快報警 那我也都馬上上網 查回我的網上銀行 已經被人過了全部的簽證 那作為過來人 有些甚麼可以跟觀眾說呢 那其實在這件事件裏面 有很多疑點 如果我自己冷靜一點去處理 我想我自己也不會被人壓倒 那我呼籲大家就是 在一些來歷不明的電話 打電話給你們的時候 要你們透過個人資料 或者銀行戶口號碼 或者密碼 你應該冷靜一點去處理 或者去問一問身邊的朋友 再不是你可以保警投訴 正如剛才片段中事主所說 其實電話片案是充滿著疑點的 所以當收到來歷不明的電話 要求你提供個人資料 又或者財產狀況的時候 就記得停一停想一想 再次提醒大家 銀行戶口密碼在各非常重要的資料 無論是銀行職員 又或者執法部門 到無權要求你們提供 貴員機又或者網上理財密碼 如果大家不想成為編圖的提款機 就記得提高警覺 另外也不要在一些非官方的網站 輸入自己的帳戶資料和密碼 今集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將會播放最後一集的《毅靈》 想知道編圖的下場 和show show可否拿回自己的款項 就要留意收看 在節目結束之前 我們警訊的團隊 亦都想送上一份小小的禮物 除了有《毅靈》一班演員的賀年祝福之外 亦都會送上《毅靈》 從未曝光過的精彩片段 在這裏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樂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Dixon 黃先生 在這裏祝大家 學業進步 如果在學校 遇到人恥強領虐 哈哈爸爸的話 不用怕他們 舉報他們 我相信你的家人 學校的老師 和全香港警察都會支持你 大家好 我是潘兵先生 我在這裏祝大家 如意吉祥 其實生活中 總有一些不如意的事 不過一家人的相處 都是難免有磨擦的 但是我們最重要是 不要將家人來出氣 甚至使用暴力 一家人相處 最重要是開開心心 和和氣氣 大家好 我是謝月美 我祝大家 雞年財源廣盡 如果有人叫你賺快錢 說轉過頭就可以賺幾倍 你一定要停一停 想一想 因為這可能是騙徒的陷阱 千萬不要把自己的積蓄 變成騙徒的橫財 有二百四十一宗 涉及內地官員 涉及武衆內地官員 你不知道 蟹子豬是吃蜘蛛的嗎 叫你過來 大舊 樂品人Jacky 在這裡 你認真 你認真 你認真才可以賭破這兩個 這麼大的人 跨過不責 原來電話是引你跟他打出的 真是奇怪